遇到宋三川之前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我未来的爱情会是什么样 或许 它会 更成熟 更成熟一点 起码不会太孩子气 情绪上会 更稳定 温和 其实我也挺害怕发展过快的 让我们彼此都多一点时间和距离 去慢慢了解 慢一点 可以慢一点 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想一起安静地放空 坐在沙发里 一天就这样过去 遇到莱友安之前 我当然也有期待过爱情的样子 我以为她 至少会跟我一样喜欢运动吧 整天没什么烦恼 好像面对任何事情 都能冷静和理性 不太会失控 很游刃又游 休息的时候 就别一直窝着了 两个人宅家里 该多无聊啊 但 三十二岁的梁友安 二十二岁的宋三川 最后是你的话 其实还不错 最好是你 爱情而已 而人生的隐藏 太阳了 你 太阳了 你 太阳了